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辆车 麋鹿测试 两轮离地 差点翻车 紧急刹车后两轮同时离地 交叉臂测试当中 尾纹关不上 还不断的洗白 这一款车就是长安的UNIKEY 先来总结一下 这个还UNIKEY的优点 90% 抄袭的对象比较多 如果车评人除了设计之外 多夸一句 那样子证实他就是一个被充值的车评人 现在的车评人越来越低级了 在越野上面还能洗白 在这平整的路面上测试他的越野性能 不要说一台车 我一只手都能把这台车推上去 这台车你能看见的地方 他都能做得挺好的 这就是这个车厂的技能 2.0的发动机 百公里油耗14.6的实际油耗量 该叫多少支障税呢 首先 打脸上市的 咦 放错片段了 这来是标志508来的 车长得像是不要紧 我们说一下那个迷路测试 1997年 瑞典技术世界杂志对奔驰A级进行了迷路测试 当时测试结果是这样子的 奔驰A不仅没有通过测试 而且发生了测翻 事情发生之后 奔驰的高层是这样子处理的 一级造回已售出的3万辆奔驰A级 及悬挂部件 然后进行轮胎的加宽加装ESP 降低了体盘等一系列的操作 基本上说 这辆车是等同于回路再造 之前国内的汽车媒体 对长安Udk进行了迷路测试 从刚刚的测试视频中 可以看出 这台车的姿态比迷路跳的还要高 可能是从迷路身上奔过去吧 这件事发生之后 我认为一个负责任的车企 长安汽车应该对UniK的底板 进行重新的调告 然后再进行测试 直到及格最后才上市 这才会让消费者买了安心 用得胆战心惊 但是长安并是没有这么做 长安汽车的CEO说了 因为中国没有迷路 做什么迷路测试 那这话严重有华了 中国人还不说英语呢 那为啥要给这个车子取个英文名呢 作为一个车企的高管 竟然迷路测试都解释不清楚 这里还说迷路 其实就是驼路 这种路的体重能达到一吨多 在北美和北欧相对比较多一点 经常会蹦到路中间 在高速行驶的汽车上 碰到这一吨多的路是很危险的 车子也很容易撤翻 同样道理 如果说高速行驶的时候 遇到这障碍物紧急必要的时候 也会很容易撤翻 于是后来 人民为了测试车辆的安全性 就模拟遇到驼路之后的反应 这叫做迷路测试 迷路测试 是在测试车辆的回避障碍的能力 而不是真的为了躲避迷路 还有人喜白说 车身高就容易撤翻 同样道理来说 国产车的关制物比它的高很多 但是在迷路测试中 80公里轻松通过 按照这样子推算的话 人家香港的中巴 双城大巴 那不是天天要翻车咯 所以说 中国地带物博是有驼路的 说起抄袭 人人都在喷法系反人类 长安回头就抄袭 今天抄哪个萨士 明天超标志 他真的以为只装修一下外壳 直至不提机器的动力 变速箱底盘悬挂 人家就不知道 很多车主跑了五六千公里的车 就要卖掉吗 在高速上 刹车 Unicate又打脸了 这车高度又没那么高 自重有没有那么大 刹车就喜欢翘屁股 只能说调教素是问题 但是厂家现在公关很厉害的 你再说就封你的号 在国产圈内 哈佛 齐悦 吉利 比亚迪 都算实在 别人都是比较先虚的 就长安一个劲锤 说什么蓝筋高压直喷发动机 听都没听说过 说什么爱信8AT变出箱 结果跑出来的结果 总是打脸的 就是虚惊一场 例如 异动批 上市之初 说秒杀 私欲的 现在估计 连私欲的尾灯都看不见 再说Unity 官方穿船 百公里 7.5秒 实测 10.6秒 水分有多大 都看不见了 这一切都看不见了